好,我们看第二章 那么刚刚讲到启示录 整个启示录就是 要约翰将他所看见的 现在的事跟将来必成的事都写下来 我们以前讲到过他看见的 是在第一章 他看见的荣耀的宝座 上面的基督 现在的事 自从第二章开始到第三章 现在的事 讲到七个教会 那这个七个教会就是代表 现在的教会时代的七个阶段 非常准确的 代表现在教会时代的七个阶段 从主后三十二年 五旬节 圣灵降临 出来教会成立了 一直到现在 2024年 今年的五旬节 是教会的一千九百 九十二年的生日 如果神给教会 有两千年的时间 我们说过 神把这个世界分成 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 前世 第二阶段叫做中世 第三阶段叫做末世 前世 从亚当被造 到亚伯兰被神 副造 这是前世 称为外邦时期 从亚伯兰被神副造 到主耶稣基督 降生 我们说这是属于中世 叫做选民时期 从寿高军被剪除 这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那么这个世界 就进入了所谓的末世 这是所谓的教会时期 每个阶段 都几乎是两千年的时间 神用六天创造世界 第七天安息日休息了 因此我们说 在末世论 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意思就是说 全世外邦时期 几乎是两千年 中世选民时期 也几乎是两千年 寿高军被剪除以后 不久教会成立了 到现在 也差不多快经过 两千年了 那么第七天 安息日 这是我们所说的 所谓的一千年的 千禧年 主耶稣 就要做王的 基督的国度 这是千禧年国度 那么这样 神给这个世界 有七千年的时间 到最后 我们就要进入所谓的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 是我们 教会 我们人类 最后 永远 永远居住的地方 这是新天新地 是得救的人 永远 居住的地方 好 我们感谢神 我们今天要 进入第二章 的第二个教会 我们先一起 祷告 来开始 今天的聚会 听我们 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 能够回到线上 一起 来看 启示录的第二章 与第三章 有关于 现在的事 主 所谓 现在的事 就是指 教会时代 的两千年 而现在 已经接近尾声了 也就是主 在来的时候 非常近人 主 我们要谨慎 自首 进行祷告 好好的 能够把自己 现为活祭 为主而活 以后我们被提 到天上的时候 我们能够 在基督台前 安然交上 主 我们将今天 在查经 这段时间 完全交托 在主的 宝座面前 求主的圣灵 带你我们 进入你的话语当中 谢谢 让我们能够 得到益处 知道 神对每个教会 要说的话 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主 谢谢你 交托 祷告 奉主耶稣的 圣灵 Amen 好我们来看 启示录的第二章 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 以乎所教会 我们说到我们 以秉社会当中 几乎我们 都有一个经验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就会找一间 合适的教会 有好的属灵光景 所以我们能够参与 聚会 跟服事 我们说到要找这个教会 有时候不容易 有的教会外表不错 但是实际上可能令我们失望 有的教会可能 看起来人数很少 好像属灵上很平滑 很平滑 但实际上是可能是富足 的教会 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能够清楚 知道每个教会的实在情形 他不是看外表 而看里面 所以启示录 说他是查看 人的肺腑心肠的 那么这七封书信 好像是 主耶稣用X光 在透视每一间教会 所以其中的信息 是给每一间教会 来阅读的 因此每一封信的后面 都有加上一句话 圣灵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 我们都要听 特别加上一句话 话有耳的 都应当听 所以 这七封信的信息 代表 现在教会时期的 每一段 每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 这七封信当中 那么我们来还行 主对每一间教会 的免力 的免力 跟警告 跟他的 加许 还有他的 责备 跟应许 所以我们可以从 这七封书信当中 看到基督对 每一间教会 的加许 责备 勉励 警告 跟应许 可以说也是对我们 现在每一间教会 我们要 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们 在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必须将 这些信息 应用在我们 的教会 跟我们 每一个人的身上 基督对教会的 好坏评估 所以呢 我们要记得 神在审判世界之前 就要首先 审判 神的家 而神的家 的审判 将从每个教会 的牧者 同工 要开始审判 在神 审判世界之前 我们先要在 神的宝座面前 在基督的台前 接受我们 工作的险路 跟受报 很要紧 耶稣基督 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受了审判 因此我们基督徒 教会 不再受审判 但是我们 我们要在基督台前 受他的真光的显露 我们好坏 我们隐藏的恶 都将被显露出来 显露 比审判 比审判 更让我们 觉得更严厉 审判 是我们所做的 所说的 不和神 得罪人 得罪神的地方 被审 被审判 但显露 是把我们内心 的一切 都显露出来 所以将来 我们在基督台前 不是受审判 乃是受工作的显露 跟受报 我们还必须记得 启示录是使徒约翰 为了当时许多 迫害的 受迫害的教会 而写的 目的就是要勉励 跟安慰他们 我们看过的 以乎所教会 以乎所教会 是一间 不小心的教会 把起初的爱心 失去了 其实 以乎所教会 曾经有很多的 民心级的牧者 在牧养这个教会 是最开始成立的教会 初代教会 其中有保罗 提摩泰 甚至约翰本身 牧养过这个教会 我们讲过 主是教会的头 主会拆遣牧者 主也会挪去牧者 因此我们不要对牧者 有崇拜 而牧者 是主拆遣 来这个教会 来牧养一个教会的 所以一个牧者 应当怎么样 我们从彼得 前书第四章 有看到 彼得 也对 教会的牧者 有很详细的描述 有三部 三要 记得吗 哪三部 不勉强 不贪财 不瑕疵 所托付给你们的 三要 要甘心 要乐意 要做群养的榜样 这是每一个教会的牧者 必须要做的 将来 我们每一个教会的牧者 首先要被 审判 从神的家开始 怎么审判呢 我们要交上 我们要交上 我们刚刚讲过的 其实不是审判 是被神的光 显露 主的光是真光 那真光一照 都显露 无遗 我们将来要向这个大牧者 向我们的牧长 来交上 而每一位牧者 首先 要在基督的台前 交上 我们是不是能够安闪交上 我们是不是做到了 不勉强 不贪财 不瑕疵 所托付我们的 是不是 不是我们有甘心乐意 甚至成为群羊的榜样 是非常要紧的 我们知道 有所教会 被主耶稣加许 它不是一间 有服侍的教会 有牺牲 有分别 有坚定 跟为主受苦的教会 可以说是一间 很魔幻的教会 我们希望我们台北神照会 将来 也能够被主耶稣基督教教 是一间这样的教会 每个人参与服事 每个人都有牺牲 为主受苦的心智 每个人都能够分别为圣 不容忍 恶人 都能够坚定 我们的教导 不妥协 不随风 飘来飘去 最后 我们能够为主受苦 基督徒不一定 一定要为主受苦 神要我们基督徒 都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 一个不缺乏的人生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是缺乏 但是我们 要能够为主受苦的心智 这是非常要紧对 以乎所教会 对主耶稣加许 他们能够抵挡 尼格拉党 一派人的作为 什么叫尼格拉党 我们讲过 这是征服人的意思 一般教会里面 会有一群人 或一些人 总是要教会 听他们的意思 那么这种人 是属于尼格拉党 我们要很小心 不要成为尼格拉党 的人在教会当中 我们要看 别人比自己强 不是说 我们看不起自己 而是能够尊重别人 的一些意思 是非常要紧的 教会 要同心合一 来侍奉 所以 以乎所教会 是一间 魔幻的教会 他们能够 他们能够服事 能够为主 有牺牲 能够分别 能够坚定 能够受苦 这也是我们 台北神召会 所应该 有的 被主加许的地方 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 对以乎所教会 有一个责备 这是把起初的爱心 离弃了 每一间忙碌的教会 虽然是有服事的行为 有为别人牺牲的劳碌 有忍耐 但 他的动机 是不是 来自对基督的爱 我们要思考 喘醒 为主做什么事很重要 但我们为什么 为主做 可能更重要 不要 失去了这起初的爱心 不能将我们的服事 当成是例行公事而已 正如夫妻之间 年日月久 这个爱心 要更 稳固 而更多 夫妻之间的爱 也不能成为一种例行公事 那么婚姻可能会出问题 主耶稣基督对 以乎所教会的勉励 让他们能够恢复 起初对主的爱心 主有三个建议 建议他们要回想 悔改 跟情 行起初所行的事情 Remember Repent Repeat The First Walk 所以也是我们对 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必须恢复那起初 跟主的关系 能够读经祷告 每一天能够 跟主有一段亲密的时间 顺服他的引导 热心 来服事 敬拜他 主也对他们有警告 如果不恢复起初对主的爱心 可能教会的灯台 将会被挪去 意思是失去的光 跟眼的作用 当然有一个应许 得胜的 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吃给他吃 这个应许 也是给每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在教会当中 不论他人怎样 信仰绝对是我们跟主 个人的关系 我们若能够跟主建立 以维持那最起初的爱心 主允许我们神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 意思就是丰盛 跟蒙福 所以以福所教会 是一个在不小心当中 失去了起初 爱心的教会 我们在忙碌的服事当中 是不是也在不经意的当中 失去了那对主 最宝贵的起初的爱心 好 我们继续来看 主对第二教会 这是对四美拿教会 我们来看 你要写信给 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 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自成是犹太人 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 与会的人 你就要受苦 你就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天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 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还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必不受第二次的害 第二次死的害 好 我们来看第二间教会 四美拿教会 四美拿教会 是一间有冠冕的教会 The Crown Church 有冠冕的教会 四美拿这个字的意思 是苦的意思 跟墨药这个字的自根 是相同的 我们知道墨药 是来做黄斧的 墨药是做黄斧的 但是它藏起来是苦的 我们基督徒都必须要 有防腐的作用 就像盐巴一样 盐巴很要紧 盐巴有防腐的作用 我们必须 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不受世界的污染 每个基督徒 每个教会 都必须 有墨药的功用 我们能够为主受苦 但是 我们能够不受 这个世界的影响 所以四美拿教会 是一间 有冠冕的教会 四美拿这个地方 在土耳其 今天叫做伊斯米尔 今天还有这个 城市存在 当时四美拿教会 是一个为信仰 受逼迫的教会 对基督的描述 特别提到 他的死跟复活 说 那一位 那一位 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 说 对主的描述 是那一位 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 所以特别提到 基督的死 跟他的复活 主与他们同在 同受苦难 但他复活了 得胜了 这个给遭受迫害中的信徒 复活跟得胜的盼望 所以四美拿教会 是代表 一个受逼迫 的教会 而确实 在初代教会以后不久 教会 就被罗马 的政府 很大很大的逼迫 我们说 这七间教会 都是代表七个时代 每个教会 的七个阶段 两千年的教会时代 用这七间教会 来代表 是现在的事 我们说 在受高军 被剪除 主耶稣被定十字架以后 神就把以色列的历史 暂时撇在一边 我们记得 七十七个预言 是戴伊里先知 所领受的 为你的本国的百姓 和圣城 已经定了 七十个七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七十个七的预言 是为以色列百姓 跟圣城 以路撒冷 这七十个七的预言 不是给教会的 乃是给 本国的百姓 以色列百姓 所以从 波士王 亚拉薛西王 颁布了赵令 让尼西米 能够回到以色列 耶路撒冷 重建圣城开始 到 耶稣基督 以受高军的身份 进入耶路撒冷 这是中树枝的主日 那一天为止 将有七十个七 的预言 而到那一天为止 经过了六十九个七 十七万 三千八百八十天 非常准确的 到那一天为止 是本国百姓 跟圣城的历史 几天以后 受高军被剪除 神对以色列历史 就撇下了 从此就进入 教会的两千年的历史 而我们讲过 到今年为止 教会是经过了 一千九百九十二年 到明年 二零二五年的五旬节 教会就是经过了 一千九百九十三年 如果神给教会 两千年的时间 那么两千年的时间 到了那一天 这是主后的两千零 三十二年 二零三二年 距离明年 二零二五年 还有七年的时间 如果神给教会 实习 有两千年的时间 那么是不是 明年 二零二五年 的五旬节 教会就满了 一千九百九十三年 最后的七年 世界在地上 要经过七年大灾难 而教会在灾难之前 要被提 所谓灾前被提 我们回到天上 教会的最后七年 是在天上 我们要首先 在神的宝座面前 赞美神 成为天上宝座的师班 而在七年的中期 我们要受 站在基督台前 受我们工作的显露 跟报上 得到赏赐 所以这最后的七年 教会是在天上 而教会时代 到最后两千年 就完全结束了 主耶稣 要从天降临 站在 感染山的上面 而那个时候 哈米基督顿诞生 要立刻结束 然后就进入了千禧年 一千年的 基督的国度 我们讲到 七年灾难 不只是审判 也是试炼 因为教会被提以后 世界上 只剩下两种人 就是外邮人 就是外邦人 跟犹太人 对于外邦人来讲 那七年是审判的时间 对于犹太人来讲 那七年是神对他们的试炼 而教会是被提回到天上 最后的七年 是教会在天上的历史 而地上 最后七年 以色列人的历史 所以七年灾难的这个七年 在启示录里面 都没有讲到这七年 他把这七年分成两段 三年半 三年半 以后我们会看到 启示录里面都讲到 一千两百六十天 讲到四十二个月 讲到一载 两载 半载 都讲到三年半 而这七年 是从丹一礼书 的七十个期的预云 最后的第七十个期 的那七年 是最后七年灾难 神对以色列百姓 对犹太人的试炼的时间 而对外邦人 是审判的时间 所以我们知道 教会的最后七年 是在天上度过的 所以如果神给教会实习 是两千年 那么我们就要很小心了 会不会明年 吹脚节 明年的十月左右 就是教会 要被提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 的第一个阶段 他只来到空中 他说一声 你们上来吧 我们教会 会听到这一句话 我们都会瞬间 一眨眼之间 我们这必朽坏的 必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要变成不死的 我们瞬间 在第七个印 揭开的时候 我们瞬间 被提到天上去 前一分钟 还在地上 后一分钟 我们已经都来到 天上 神的宝座面前 我们非常惊讶 惊讶的 说不出话来 所以第七印 揭开的时候 天上极静 又有两刻 可能是我们 被提以后 我们都惊讶的 说不出话来 并且 这是 倒风雨前的临近 七个印的灾难 以后我们会讲到 是地上 七年灾难之前 我们现在的世界 所遭遇的灾难 预先让我们 经历了大灾难 的灾难的苦 所以现在世界 正在经历 七个印的灾难 以后我们会讲到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教会 已经到了 最后的时期了 最后的 第八年 明年是最后的 第七年 而教会被提以后 七年的时间 是在天上 神的宝座面前 要经过 而最后 主耶稣 第二次 脚站在 甘染山上面 我们也要跟 主耶稣 一同回到 这个地上 与他一同 作亡 一千年 在前行年当中 有犹太的国度 也有外邦的国度 犹太人 跟外邦人 不会都在前行 不会都在大战争当中 而被灭亡 有留下的 存活的 一些 犹太人 跟外邦人 这些人 要进入 千禧年 成为 千禧年国度的 百姓 而我们 要从天上 跟基督 回来 作亡 一千年 基督在 以色列的国度 在耶路撒冷 的圣殿当中 作亡 统治 全世界 以色列百姓 住在 犹太地 这是今天 所谓的巴勒斯坦地 以前所谓的 迦南地 而我们教会 将与他 一同 作亡 在外邦的世界 我们要与他 作亡 并做 基督跟神的 祭司 而在 犹太地 基督 作亡的 国度 有 犹太人的 立位人 做他们的 祭司 不是 是我们知道 在千禧年 国度 有主的 以色列 的国度 有外邦 的国度 而我们是 跟主一同 作亡 统治 外邦 的国度 并且 做外邦 国度的 祭司 非常要紧 好 所以我们说 以乎所教会 是代表 使徒 时代的 教会 初代 教会 他们是一个 有爱心 的教会 但是他们 不小心 把起初的 爱心 离开了 离弃了 我们现在 讲的四美拉 教会 是早期 的教会 从祖后 一百年 到祖后 三百十二年 这段 时期的教会 是受 逼迫的教会 非常厉害 的逼迫 甚至 被捕 被带到 罗马的竞技场 跟野兽 搏斗 被钉在 十字架上面 活活的 被烧死 但他们 自死 忠心 世面的教会 是代表 教会的 忠心 教会 为主 受苦 的教会 所以这个阶段 是祖后 一百年 到祖后 三百十二年 中间的 教会 时期 第三天教会 别加谋教会 是从 君士产丁 大帝 三百十二年 祖后开始 到祖后 六百零六年 为止 那么这个时候 的教会 的阶段 用别加谋教会 来代表 主要是他们 要专心 因为 在政教 合一的当中 叙事产丁大帝 奉 基督教 为国教 从此 教会 不受 逼迫了 当教会 不受 逼迫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就很多的 事情 很多的腐败 会产生 所以这段 教会 的时期 主要是 要他们 要专心 不能够 离弃 主的真道 当时受逼迫 教会 最大的逼迫 就是在没有 受苦的当中 没有受苦的当中 可能会产生 很多的异端 出来 所以别加谋教会 等一下我们会看 主对他们 的要求 让他们专心 不偏离 主的真道 然后最后一个教会 就推亚 推大教会 是代表 罗马 天主教 从606年 祖后 到宗教改革的 时期 这个时候 天主教 是腐败的 教会 腐败的 教会 好 所以我们 知道 每一个教会 都是代表 教会 时期的 每一个阶段 也非常准确的 讲到每一个阶段 的教会 而主对他们 都有 嘉许 都有 责备 都有 勉励 都有 警告 也都有 应许 我们已经看过了 第一间教会 我们现在要看 第二间教会 世美纳教会 好 第九节 讲到对 世美纳教会的 嘉训 我知道 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世美纳教会 当时正遭受 极大的迫害 因为他们拒绝 向罗马政府 屈服 他们拒绝 敬罗马皇帝 该杀为神 在当时 的世美纳城内 有罗马的保皇党 他们高举该杀 这个人 不尊他为神的 可能被拒绝 在生意上 做买卖 因此这些 信徒 可能在物质生活上 极为贫穷 当地犹太人社区 有犹太人社区 但他们 因为是犹太人 他们的犹太人信仰 被当时的 罗马政府所许可 所以他们不需要 去巴结 这些保皇党 当然他们也不会 去帮助这些基督徒 反而也一样的 说毁谤的话 来迫害 基督徒 我们知道当时 犹太人社区 不被罗马政府迫害 罗马政府 允许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他们要敬拜 他们的耶和华神 可以 但是 他们却大大的逼迫 信仰基督的基督徒 当时的保罗 我们知道 也是这样 迫害基督徒 直到他在大马社 与他所迫害的基督 面对面的相见 保罗 保罗 你是谁 他说 我是你所迫害的基督 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 当时 犹太人社区 他们的信仰 不被罗马政府迫害 但是基督徒 不只受到 罗马政府的迫害 还受到 当地的 犹太人社区 说毁谤的话 来迫害基督徒 所以说也知道 那自称是犹太人 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 以会的人 我们知道 圣经教导我们 真正的犹太人 不在于外表 跟民主 而是在内心 跟邻里 我们以前 查过罗马书的第二章 十七节到二十九节 我们要真正的 在心里 做真正的犹太人 不是外表的受割离 而是要在内心受割离 而受割离 跟我们今天的受洗 有相同的意义 就是要分别为圣 受洗 最大的意义 对外是宣告 我们是基督徒 属基督的人 而对内 是我们要立志 为主过一个圣洁 得胜的生活 所以受洗 是分别为圣 受割离 也是分别为圣 我们讲到 在1950年之前 几乎没有任何人 或任何民族 有受割离的 因此 你知道受割离 是他们跟神的 一个立约的记号 即使到今天 犹太人的社区 他们没有圣殿 因此没有献祭 我们上个礼拜 讲过了 我们在这个 这个礼拜 在主日信息当中 我们要讲到 十字架跟祭坛的关系 以色列百姓 因此受割离 跟神立约 神是他们的神 而他们是神的百姓 永远是神的百姓 所以我们知道 割离是 跟犹太人非常要紧的事情 是世世代代 都必须遵守的 所以我们受洗 跟以色列的受割离 的意义是一样的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我们今天的教会 也是一个非常 要紧的一个团体 教会这个字 是一个很特殊的名词 有它的历史的定义 什么叫教会 就从圣灵降临 到圣灵 与教会被提走之前 的之间 这两千年 叫教会 在这两千年当中 我们称为 圣灵时代 也称为 恩典的时代 所以在这个恩典时代 圣灵时代 不管是犹太人 不管是外邦人 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为他们个人救助 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相信神 将他从死里复活 不管是外邦人 犹太人 就成为教会 的一份子 只有在这个时期 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 都成为教会 的一份子 而其中 有犹太人 有外邦人 在主耶稣再来的以后 建立了千禧年国度以后 教会要回来 做王 跟做神 跟基督的祭祀 刚刚讲过的 而这个国度 有百姓 这个国度的百姓 有外邦人 有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 跟外邦人 都是成为百姓的 他们不是做王的 只有教会 是做王的 而在旧约的信徒 旧约时代 那些圣徒 他们不是教会 他们是 悔改认罪 成圣的圣徒 在千禧年当中 对不起 在七年灾难当中 会有很多的 犹太人 外邦人 因着所传的福音 也会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 个人的救助 但他们不是 教会的一份子 他们只是 相信耶稣基督 的人 的百姓 他们不是教会 的一份子 因为教会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恩典的门 已经关闭了 在恩典时代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受的圣灵的印记 在我们心里 这个印记 人是看不到的 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 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以后 我们会患罪 我们患罪以后 我们讲过 我们不是在亚当里 我们仍然在基督里 这个叫做恩典时代 但在七年灾难 相信主耶稣的 他们不是在心里受印记 在额头上受印记 马上知道你是基督徒 马上被迫害 马上为主殉道 这个就是不是恩典时代 恩典时代的门已经关闭了 所以我们知道教会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族群 在恩典时代 在圣灵时代 这个教会是被神特别拣选的 一个族群 叫教会 教会是一群人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我们讲过了 教会可以在地下 我们在美国的教会 在地下室 我们称为地下教会 我们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 有人说你们会死 你们会死在地下室 我说是的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与主同死 但我们会跟主一同复活 感谢神 今年我们教会要庆祝 十二周年 这个礼拜天 这个礼拜天 我们要举行 庆祝的周年的联庆 我们在一个餐馆 订了三十五桌 三百五十个人 的庆祝 教会的十二周年的联庆 感谢神 十二周年来 神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现在有三个昏堂 在纽约的地方 感谢神 所以任何宗教团体 如果不承认主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 其实就是撒旦 以会的人 目前在美国 有很多的东方闪电 或是叫做全能者教会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 他们说有个女基督 已经出现了 他们不是神的儿子 不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 不相信基督是末后的基督 最后那位基督 统一教 韩国统一教 文显明这个教主 说他是第三位基督 第一位基督 亚当失败了 第二位基督 耶稣 被定师家死的都失败了 他是第三位基督 错了 亚当是第一位基督 我们主耶稣基督 是末后的基督 第一位 最后一位 没有中间的 所以还不承认 主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 末后的基督 其实都是撒旦 以会的人 责备 主对世美拿教会 没有任何的责备 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他们在人的眼光当中 或许是贫穷的 但是在主的眼光当中 却是富足的 警告跟勉励 你就要受的苦 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 十日 主耶稣告诉他们 他完全知道撒旦的祭摩 也知道他们将要受的患难 但主告诉他们 不用怕 并且勉励他们 勿要致死忠心 什么叫做 你必受患难十天 十代表完全的素质 十全十美 十代表 永远 所以教会 会一直受痛苦 所以我们应当为主 有受苦的心志 虽然我们不一定 要为主受苦 我们要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可以 但是我们要有为主受苦的心志 若受苦来到的时候 我们能够 致死忠心 也许你有病痛 也许 你有很多的患难 但在这些患难 跟病痛的当中 我们能不能够 致死忠心 请我们大家继续为 宛容世慕祷告 他一年 一年八个月之前 他因为脊椎骨 他动了手术 钉着八个钉子 在脊椎上面 感谢神 没有瘫痪 还可以走路 在最近 他经常会腰痛 还会腰痛 很麻 从腰部 麻到右脚 经常会麻 很大的受苦 但是我们 受患难 受苦 受病痛 我们不用怕 我们受苦 没有到死的地步 感谢神 我们仍然要仰望 为我们 信心 成全的耶稣基督 在施子家 他为我们受苦 甚至到死 而我们受患难 受苦 没有到死的地步 因此 我们不用怕 我们勿要 致死忠心 所以你将要受的苦 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尖里 叫你们受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 十天 这十天 预表 一直的受患难 可能会一直的受患难 但是不用怕 要致死忠心 对世美拿教的应许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 那生命的冠冕 得胜的 并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他们虽然殉道之死 但是那能杀害身体 不能杀害灵魂的 你不用怕他 因为在主的眼里 身体的死 不是死 他们只是睡了 他们将要在主的怀里 与主永远同在 更何况主应许他们 在复活那一天 将要复活 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而这是永远的复活 跟主永远的隔绝 这些旧永远的圣徒 已经复活了 当主耶稣复活的 那个时候 不墓都有开的 以遂圣徒的身体 都有起来的 他们甚至进到圣城里面 成为见证人 然后他们就被提了 在第一次复活的第一个阶段 当主耶稣被提的时候 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 就带领他们 一起升到天上去了 所以这是第一次 复活的第一批人 旧永远的圣徒 已经与主耶稣升上高天了 他们不再是在 阴间的监狱里面 不是在阴间的 亚伯拉罕的怀里 他们本来 这些旧永远的圣徒 都被暂时拘禁在 阴间的第一个层次 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 现在耶稣复活的时候 已经把他们 都带领他们身上的高天 这是第一次复活的第一批 然后经过了两千年 经过两千年 当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 教会要被提 然后就经过了七年灾难 主的脚要站在 感染山上面 所以教会被提 这是第二批 第二批的第一次复活的第二批 经过两千年 所以旧永远圣徒 已经复活了 复活了 他们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我们教会被提以后 也是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第一次复活有份的 他们有福了 因为第二次的死 与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要做神 跟基督的祭祀 并与基督一同做王 一千年 我们刚刚讲过了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必须付上代价 我们即使没有为主殉道 但我们 也是不是能够自死中心 忍受试探 并且得胜 这些试探 这些患难 在人跟世界的眼光当中 我们或许是贫穷 但是请我们不要忘记 在主的眼光当中 我们是负主的 我们是负主的 我们今天要成为活祭 为主而活 我们说过 我们今天在美国 在台湾 有多少基督徒 会为主而死 为主殉道 几乎没有 但是我们能够为主而活 成为活祭 献上 至死中心 忍受试探 忍受患难 得胜 为主而死 为主而活 请问你来的比较容易 都不容易 但是为主而死 好像是一瞬之间 可是为主而活 是一生之久 每时每刻 都不要进入试探里面 感谢神 不叫我进入试探 就脱离那因试探而来的 灾祸 所以我们要至死中心 忍受试探 患难 得胜这些试探 跟患难 在人跟世界的眼光 或许我们是贫穷 但不要忘记 在主的眼光当中 我们是付出的 所以四美男教会 没有责备 没有责备 嘉许 勉励 嘉许 勉励 跟应许 我们盼望 我们台北神召会 不只是 能够成为 一个魔幻 被主所嘉许的教会 但是我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我们 起初的爱心 我们要成为 像四美男教会一样 至死中心 至死中心 好 我们下个礼拜 要继续讲 第三个教会 就是别加谋教会 是教会的第三个阶段 就是正教 合一的教会的阶段 主后312年 君师坦丁大帝 正式接受 基督教 成为国教 成为国教 那时候 每一个人 都以加入基督教 为他们的 骄傲 基督教 不再被迫害 不再被迫害 正教 合一 正教 合一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下个礼拜 继续来讲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做个祷告 来结束 等一下我们开放 有任何的分享 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来做个解答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再次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今天 从主 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 第二封信 我们看到四美达教会 主 主 命令他们不要怕 他们就要受患难十天 但是主 应许他们 要致死忠心 主 求求你 也让我们每个教会 每个基督徒 都能够 致死忠心 成为一个圣洁 门爱的基督徒 在人的面前 有圣洁 门福 荣耀的见证 主 我们谢谢你 求求继续保守 带领我们 能够从 使徒约翰 所看见的 现在的事 这是整个教会 两千年的 七个阶段 我们来好好地 还行自己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致死忠心 不失去 起初 爱心的 教会 跟基督徒 谢谢主 继续保守 台北神召会 保守我们每一个 信徒 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 我们为教会祷告 为了全家 信主 得救祷告 主谢谢你 我们就要感谢 祷告祈求 这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带站点 pandemia 咱们 感谢观看